有所發展,對家人這拜併社的兩次 像是市長的戶別可能要升到五星級 你說法蓮的副君氏 他沒有什麼,他就跟他一條 這個 俗話說的,俗話改俗話替 他的武漢會這樣癢癢 對,人對戶別很好 我想這個處長 是不是可以這樣玩,你簡單明瞭而要的替 因為當政府的市民一在反應 快捷得很好,別人很好,都沒有人 像信義區這樣,大家黑龍的特殊 當年是黑龍很好才有的 我都知道快捷的定義,快捷的定義 就能做出來比較方便 但是成效,沒那麼好 我想是不是可以這樣 你不聽你說什麼? 市長,看有什麼好好的隊員 所以說,可以加會我們所謂吉隆市的市民 遺漏青山 這本事對你的一種請求 麻煩你可以簡單簡單明瞭 跟一座報告 其實現在推動快捷公司的時候 事實上它同時要去評估這個運量還有速率 這兩個事情 如果全部每一個點到的時候 事實上就可以犧牲掉它的快捷 所以這兩個我們是要去評估 請問2088現在它事實上如果前鋒時間 從八樓直到市政府它要70分鐘左右 所以它現在每70分鐘,你如果要要求它10分鐘開一班的時候 就要騎班車去,回來也是一樣 然後它還有另外的基隆旅中的線 所以它會造成它營運困難 所以這部分如果要延長的話 是會影響的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海科館 譬如玉座公公海科館 會倒一下一餅我們一定要兼顧 所以這部分等到它余所期的時候 期滿的時候 我們這個延時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要求它來演繹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中正區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評估看有沒有專屬 就是中正區的這條線的快捷公司 就是它原則上我們希望它是從北陵路 海洋大學和平島 那中正路一直過來 它就是滿足中正區的核心地區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開始啟動了 我們已經開始啟動了 跟公路主義去協商這個動作 那我們後續我們也會加速這條路線的那個籌備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本市的要求是說 請坐 本市所講的當然是說 本市長從前進來沒有 還是說快捷的本市長 要不要提出做意義 可以老三人可以老十人公園 那比較當然 交通的阻塞比較嚴重 我想因為你對比賽一樣的 如果說快捷的定義 本市一直在的成長 我會清楚快捷的意義 的意義怎麼樣 我一句說 可以從那裡出來 可以妨礙交通 不然時間的差距 在那裡 遺漏緊張可以從那裡出來 海大航空中的 都可以照照過 在中正的核心 不要差一切 孫興義區和中正區 沒有辦法平衡 因為中正區出入的沒有重要 中正區出入的核心 和中正區出入的核心 因為息息相關 這邊的只要看到 中正區這邊 和孫義 孫義路那邊 又差不多 角度往返 我希望說 當然可以遺漏欣戰 知道 你對這個事情 不會簡單 跟本省搭訪不到 好 謝謝詹議員的垂巡 我想2088的一個路線 大家反應非常好 搭乘的狀況也越來越佳 我想這是第一點 各方的建議都很多 有一個是共識是大家都有 就是這條路線的修正調整 是一定有必要的 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如同剛剛李主長講的 就是說 現在六個月的一個閉鎖期 但是它修正調整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同步進行 那未來希望在這個期間 我們也先要求業者 把資料把它準備好 那未來 這個提到中央 要來做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縮短 這個調整等候的時間 盡快來完成 這個相關的一個調整 那來符合民眾的一個需要 謝謝 謝謝市長 出場的強勁打鼓 我擁有的 來製造孫營 希望這條會的 當然快捷 已經實施以後 口別是蠻不錯的 我們非常好 非常好 其實我剛才說 那幾個月的人說 我們要煮碗 不錯 口別是不是不錯 我們家會早上的鞋子 在上班 我們這邊開的代表是 你散老司那裡 那裡 要把你的地方 不要去那裡 就對了 完全大家都遺漏金戰 是不可能的 但是希望說 不要插太多 不要插太多 既然基隆市 當然去台北的人 他要去東區 去西區 當然有 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那裡有什麼事情 基隆的市長提出的塊錢 對基隆的家會 普遍的遺漏金戰 每一個基隆市民 都可以收費 這樣 我想我們 請市長和 和處長 大家說的 來互相來演議一下 可以製造選演 謝謝 市長 市府各單位主管 那我想 我今天啊 就是說 舊教育就是說 我們市長跟我們杜花處啊 的部分 我想本市啊 跟基隆港啊 可以說啊 這個海洋城市啊 長期以來啊 就是城市啊 尊處相依啊 可以說啊 這個 共存共榮 那整個 整個 整個基隆港的發展 跟包括整個基隆市的門面啊 都攸關整個基隆市的景觀 那在市長這一次的市政總報告裡面啊 那在市長這一次的市政總報告裡面啊 呃 整個裡面啊 有提到就是說 要讓基隆的路更平 燈更亮 天空更清爽 清爽 但是就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這樣還不夠 然後在總報告裡面也沒有提到 都市更新的部分 那 因為市長在選舉的時候啊 都更啊 一直是 我們林市長很重要的一個政見 很重要的一個政見 那在這一次的報告啊 並沒有列進去啦 那我想說 在這邊聽聽啊 我們林市長有關於基隆市的都更 包括啊 我們跟啊 這個啊 啊 整個 啊 基隆港 啊 將來如何跟它啊 啊 這個啊 共存共榮 共同來發展 啊 整個基隆市的港市 啊 基隆港跟基隆市 因為從小我就住在 啊 仙洞地區 啊 在港邊 那我長期以來啊 看基隆港啊 啊 坦白說啊 我經常說這句話說 生雞兩的路 放雞塞的一大堆 就是我們目前啊 我對基隆港的一種詮釋啊 啊 然後 插這關廟公 因為 坦白說 基隆的當地人啊 都比國民黨撤退來台更早 撤退來台更早 啊 但是啊 基隆港來了以後啊 鐵港 原來基隆非常漂亮 基隆大概有不下十個沙灘 基隆市啊 大概包括基隆市 我們那個山沙灣那邊 包括基隆的這個近郊啊 大概有十個沙灘 因為鐵港的關係啊 我們要發展啊 我們這個海洋的這個啊 這個 碼頭的文化 啊 積極的啊 要做啊 進出口業務 所以把這些沙灘都弄掉了 很漂亮的基隆港 齁 過去很漂亮的基隆港 包括我們有很多歷史建物啊 也都很漂亮 像火車站 油局 留下來的歷史建物啊 通通搞掉了 在幾任了啊 我們這個 過去的啊 這些的 市長 啊 跟長期以來 跟港務局啊 一直都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關係 所以造成基隆市啊 跟基隆港喔 可以說啊 各催各的調 各催各的調 所以變成啊 我們基隆港市啊 可以說是一個啊 原地踏步 而且啊 更糟 比過去的啊 整個景觀啊 更糟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基隆港很漂亮 但是當我到 各國啊 世界各國去以後啊 我覺得很多國家的一些港市啊 都在發展 都在發展 你像美國的舊金山 日本的橫濱 神戶 最近啊 市長也去了北海道的韓館 韓國的釜山 甚至於中國的上海 它的特區的香港 這些都是港市 都是海洋城市 澳洲的雪梨墨本 每一個港口都啊 非常漂亮 港口就是我們國家的門面 我們現在基隆 還是啊 郵輪的母港 每年啊 有七八十萬的外國觀光客 來基隆港 進入我們基隆市的市區 雖然在市長的努力下 空氣變好了 天空也變美了 但是啊 我們的景觀啊 一直都沒有做很好很好的改善 但是要做景觀啊 改變來說的話 需要很長啊 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在這邊就教育我們林市長 那個你上任以後啊 跟港務公司的關係啊 一直都處得不錯 而且有固定的時間在開會 那我想 將來對整個港區的發展的部分啊 如何跟港務公司啊 包括我們基隆市的發展 來共享 甚至於啊 可能還有一些啊 更重要的問題啊 包括我們的啊 都更 或者是啊 都市景觀的部分啊 港區景觀的部分啊 如何來發展 林市長你答覆一下 好 謝謝市議員的垂巡 我想有關於啊 都市更新 還有跟港區的一個合作跟發展 是不是啊 我先請我們許處長 來做一個報告 我再來做補充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的垂巡 有關都市更新啊 都市更新的 都市更新條例 它講的部分 第一個是都市機能要改變 第二個是居住環境 第三個是有港區的 對著麥克風講 許次長 第三個是港區的有效再利用的這些事情 所以過去我們在從事的東西 其實主要在民間自體的都市更新 就是居住環境的部分 那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今年4月的時候 我們成立了更新科 然後也會跟營建署爭取相關的經費 去推這個都更的部分 那至於整個機能的改變 跟再利用有效的利用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下一步我們需要去做的事情 然後市長一上任以來 就開始去做四港合一聯合在一起做規劃 所以我們積極其實跟港務公司 不是從對立 而是一起共同來規劃去做這些相關的事情 那剛剛其實議員也有講 像橫濱的經驗 橫濱也一開始是在從火車站開始做 後來會做港區的再造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也跟港務公司也正在一起在談論這些部分 後來他們也同時在做警官條例 跟社區營造的這些相關的事情 最後才去處 目前他正在做所謂的文創或創意程式的事情 那這部分我們同時在 基隆市在推渡跟這幾個項度都去做 然後有關這個港市的部分 現在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在發展區塊的這些港市的部分 它的整體的交通配套跟公共設施跟基礎設施的部分 其實沒有整體的討論 另外一個是我們希望市民跟觀光客 可以串流在這些不同的地區 得到最好的商機 這樣狀態的部分 它的開放空間跟都設計的程式也沒有在做 這我們積極現在目前都在積極 跟港務公司在推動跟相關的去做 下一步這個港務的合作這部分 我覺得是更要更積極我們去推動 那以上是我目前的方向 好 請坐 我想我在97年的時候 那時候補選市長出來參選 我那時候有一句口號叫做 高雄經驗 基隆實現 坦白說拿高雄出來跟基隆比 真的是對基隆市來說的話是一種侮辱 但是人家確實漂亮 基隆在30年前 每一項的評比都比高雄好 不管在都市的景觀也好 在我們這邊的生活水平也好 在環境也好 都比高雄好 當時的高雄愛河 高雄的高雄港的吞吐量還沒有基隆多 高雄的空氣沒有基隆棒 但是這幾年高雄一直在蛻變 一直在變 而且做得非常好 高雄的愛河也不錯 高雄裡面他們本身的自來水 也可以喝了 過去他們就要買水 他們衣服吃水都在外面買 但是整個高雄都改變了 人家進步了 那城市景觀也非常漂亮 相對的我們基隆 坦白說原地踏步 都一直讓人家追過去 基隆都沒有再改變 都沒有再改變 所以都市景觀非常重要 那市長的政策 選舉的時候講都更也很重要 都市更新 對整個這個城市的發展來說 非常重要 我們這樣觸目所及 像我早上開車過來 觸目所及有很多老大樓 它的外牆都搬駁了 內部的結構可能也都壞掉了 裡面的公共設施也壞掉很多 可以說真的很不好看 如果能夠透過都更的方式 我們積極來推動都更的方式 把很多很多 我們基隆市的很多這些老舊大樓 或者是社區 把它做一種改造的話 那對基隆來說的話 就是一種進步 不要讓基隆的子弟 經常在亂談說 我住在基隆 基隆都沒有進步 看就是這樣 看就是這樣 外地人來這邊看 除了我們 原來就有的一些船 或者是一些 我們的海 領海以外 其他基隆都沒有什麼改變 都沒有什麼改變 那要讓這個 讓這個海洋城市能夠改變的話 要透過都更 都市更新 不但民間的這一些大樓 這一些啊 這一些社區 它本身啊 透過啊 都市更新的啊 這個計畫 來改造 然後啊 在我們很多很多的啊 像港務公司 基隆市政府的所俠的這一些啊 這些極科樹 我以為的這些極科樹啊 都能夠透過啊 這些改造的話 基隆會變漂亮 基隆會變漂亮 不要說基隆都原地踏步 常常這樣 我住在西岸 西岸有很多老舊房子啊 有很多都是國有的 有很多是金方的土地 甚至還有交通部的土地 有很多啊 矮房子啊 它們都是啊 上面都是蓋黑色的鐵皮屋啊 或者是啊 以前說啊 這個阿摩托座 鐵仔座 很難看 你看 我們有很多的外國觀光客 如果一進來的話 它的船隻一進來 這個阿 郵輪一進來的話 它觸目所及啊 這都黑黑的鐵仔 鐵仔座啊 實在是很難看 絕對不能賞心悅目啦 你看我們 去很多先進的國家 我們做飛機的話 你看要下去機場下面的話 機場的四周圍啊 它的啊 很多的這個屋頂啊 都是彩色的啊 都是彩色的啊 人家在景觀設計上面啊 都有要求 都有做一些要求 那基隆 是北部的一個要塞基地 也是北部最重要的一個港口 曾經啊 也有過全世界第十名的 十名內的一個啊 重大的一個港口 我們進出口量 但是啊 我們基隆港的周遭啊 都沒有改變 都沒有改變 阿門陀鎖跟我們阿門陀鎖 跟黑黑黑 黑媽媽 黑嚕嚕 那 也非常的不協調 整個啊 都市情況也非常不協調 所以我以前也一直想說啊 如果市政府的經費許可的話 應該提一個案 我們基隆國際港口 的這一些啊 房屋修散啊 應該要有一個規範 那用獎勵制度的 你的外牆必須要是什麼顏色 要有幾種顏色 你的屋頂啊應該是什麼顏色 那外國人一進來的話 75萬的這些外國人一進來的話 看到你啊 東岸西岸兩側的房屋啊 我那麼賞心悅目 顏色那麼啊 繽紛 這樣外國人看來就說 這個國家是進步的國家 台灣是進步的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台灣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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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漂亮 不是我們海洋廣 只弄了這樣一下而已 弄一個地 地標啊 寫個基隆在那邊 這樣就OK啦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都市景觀能夠更好 能夠更好 我們港區的這一些啊 設施 甚至於港區的這些大樓啊 這些啊 能夠更協調 能夠更漂亮 我常常舉說 舉例說 日本的那個小鎮港 它那個地形跟基隆非常相似啊 人家的硬核是輕的 當然我也期待 我們的 地下水的接管率啊 能夠趕快啊 那個加 加速啊 接管率能夠提升 如果地下水的接管率 我們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能夠達到一定的啊 這個百分比的話 我們的四條河川啊 我們會很漂亮 在四條河川的河水啊 都要流到基隆港 都匯集到基隆港 那個啊 那個啊 真的是啊 河川啊 那個水還是不夠標準 那我們的田寮河啊 也不夠標準 那個就是因為我們的啊 污水下水道的這個工程啊 還沒有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接管率啊 還不是很好 但是我知道說在林市長的努力之下 這幾年啊 我們的接管率啊 都有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所以說 都市的生活品質也好 你環境景觀的也好 都要我們啊 市府團隊啊 群色群力 一定要努力 我想說 許處長啊 你對 我們都更的部分啊 你當然也 很積極在推動 很積極在推動 那我想就是說啊 基隆市啊 最近有在談論到都更的就是說 成功一路的聯紅社區吧 聯紅大樓 那還有就是說啊 我們公民路的 這個八六設計公益啊 這個啊 我想啊 這一部分啊 我請教你 那個我們許處長 這部分 你的進展到底 到什麼程度啦 是我有 有沒有啊 因為這種工程啊 坦白說啊 都是很慢的 你打呼一下 打呼一下 好 謝謝一座的那個垂巡 有關那個八六設計公益 其實在 對都更來講 其實就是要引進活力 引進年輕人 這個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所以我們一開始選定了這個 東明路這個警察宿舍群 那警察宿舍群 目前其實還有一些戶數在住啦 然後環境其實 那時候已經閒置蠻久的 所以我們最開始是跟環保局一起合作 把清運 然後跟淡江建築系的學生 然後再去做這相關的部分 趕快把環境 然後用學生的創意去吸引這個部分 然後中間過程我們陸續辦很多場的 各式各樣的創意行動跟設計行動 也勞動了這部分 主要就是把年輕的活力帶進老社區去 讓老社區是不一樣 這個事情其實我們持續在做 那目前我們已經修好一間房子 那這個房子其實未來就會開放給市民 做所謂的co-walking 這也就是在金融市可以大家會共同工作 大家只要去上網去booking就可以做到 市長 市長 那個聯合大樓現在情形怎麼樣 那聯合都根本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試算它的財務 因為它有200多戶的所有權 所以那個所有權跟它的財務跟營造成本 這個必須算出來之後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還要去盤附近的相關的一些資源 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第二部分是其實推都根 如果是用所謂第九條 它叫徵求實施者 就是開發商進來的話 我們必須有合理的利潤 所以這個東西會有一個門檻 那另外一個方式 其實昨天中央也在想說 他們可以推動另外的形式 就是第九條另外一件事情 是更新的機構 就是這更新的機構來推動 那這樣子的話會有不一樣 但是這又涉及到公務預算的事情 那這部分我們積極跟中央來協調 另外這一部分的可能性 好 請坐 我想除了我們剛剛講這兩個地方 非常積極以外 那個我也認為就是說 我們中山一二三四路 這些沿岸的 這些的也更需要都根 其實中山一二三四路 這些的房屋都非常老舊 都非常老舊 幾乎沒有什麼新大樓 幾乎沒有什麼新大樓 在整條路馬路上面 那更是需要积極的 來辦理杜根 來辦理杜根 那我認為就是說 如果啊 能夠啊 透過這些 你剛剛說這些設計規劃師也好 這些學生也好啊 將來啊 幫我們做一些調查 或者是啊 幫我們做一些啊 這一些整理資料的話 應該啊 這個速度要盡快 但是最可惜就是說 基隆沒有經費啦 沒有經費 經費太多 當然我也聽市長講說 高雄好像人家成立的 什麼委員會 專門啊 港市的部分 在辦理一個都根 這個部分是不是聽市長 你說明一下 非常謝謝市議員的指教 我想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 剛剛市議員有特別提到 高雄的一個經驗 高雄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轉型 跟結構的一個調整 大概已經進行了18年 也就是從1998年 謝長廷擔任市長開始 一直到現在2016年 陳菊擔任市長 大概高雄市做了幾件事情 在這個過去的18年的期間 第一個是高雄火車站 就是舊的火車站的一個 這個遷移還有這個 周邊環境的一個再造 其實這個案子 現在都還在進行當中 也就是高雄火車站的三鐵共購的計畫 一直執行 我想應該有超過10年以上 到現在都還在進行 第二個是高雄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所謂的衛武營公園 也就是把衛武營營區遷移 然後變成是一個都會公園 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那另外是高雄也這個愛河 是大家手之能想的 那另外就是他們舉辦那個四大運 四大運的那個場館周遭的地方 利用這個活動呢 也一併做了一個城市的改造的行動 另外就是所謂的亞洲新灣區 也就是大家現在到高雄港周邊地區看到的 這個計畫其實也進行了許多 滿長的一段時間 那逐步的推動 其中包括展覽館、流行音樂中心 還有高雄的港府旅運中心 還有高雄市的新仕圖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高雄市的一個轉型 是在一個有全面計畫性圖像 或者說藍圖的狀況之下 逐步逐步的推動 推動了18年 才有今天大家所看到的高雄的成果 我也必須要講說 這種工作是長遠的 不是一觸可擊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大家提到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 那跟過程 那也需要相關的一個資源 包括專業人才的資源 以及包括實質上的這些 預算跟經費的投入 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高雄市跟高雄港 他們合資成立了一個高雄舊港灣的資產再生的公司 這家公司資本的是1億元 由高雄港公司出資6千萬 高雄市政府出資4千萬合組 那要共同開發高雄的舊灣區的這些土地跟碼頭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好處就是說 雖然在行政的體制上 我們很難去實踐所謂的港市合一 但是港市的合作是可以積極的來進行 我想高雄市跟高雄港公司的合組資產再生公司的這樣的行動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不過因為我們基隆市都市更新的基金 說實在到現在可能不到 我們的金額大概只有不到一千萬 那高雄市政府是這樣 高雄市政府由於市議會的一個授權 那高雄市的都市更新基金可以在1億元以下超支並決算 所以這個高雄市政府手上的一個行政的一個資源 跟他們的一個機制是比我們有更多的一個彈性來進行 也謝謝你喔 那我想港市的發展啊 不能再像過去一樣 基隆港跟基隆市啊 老死不相往來 那你吹你的調 我唱我的歌 那這樣是不對的 那市長剛剛也有講 就是說在1年前 那高雄港跟高雄市 他們成立了啊 這個啊一個共同的一個開發公司啊 土地開發的股份有限公司 同時啊 高雄市政府啊 出資49% 高雄港啊 港戶公司出資了51%啊 那我想基隆市啊跟基隆港現在關係啊 比以前都改善很多 看能不能夠啊 一樣畫葫蘆 我想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別人好的啊這種模式啊 我們基隆將來也是要 要把它完成起來啊 應該我們基隆市政府要主動跟 基隆港部公司做要求啊 做要求 我們主動跟他要求 高雄港都這樣做了 我們基隆當然更需要 因為確實基隆啊 有很多啊 在港區啊 的一些土地啊 真的都是在閒置的 沒有開發 你像我們先動地區也好啊 他不光港區裡面啊 他港戶用地裡面啊 他都沒有開發 港戶公司啊 把你化為港 港戶用地以後啊 除了他們本身在經營的業務以外啊 他們不會去想說啊 我將來再對整個這些港戶用地 我要做什麼樣的一些規劃 做什麼樣的一些好好的使用 都沒有 然後我們基隆市政府 我們又沒有全力啊 去要求他 去啊 去那個啊 就是說啊 希望他做些什麼東西啊 所以風馬牛不相干啊 所以我經常說老死不相往來啊 你說你的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啊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未來的政府啊 是一體的 是一體的 特別就是說現在 啊 中央地方 啊 都是啊 民主黨在執政 希望能夠啊 將來啊 再推動類似這種業務的話 真的應該是會比較 比過去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 那我想 那個市長 市長也蠻有前瞻性的啦 蠻有前瞻性的啦 你剛剛有談到 就是說 高雄港人家 成立的這一個 土地開發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公司 那我希望就是說 基隆江也要有啦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啊 我們這些啊 所有的經費 不及一千萬 人家的經費 是一億以上 一億以上啊 當然錢 並不是萬人啊 沒有錢是萬萬不能啊 要做什麼樣的業務啊 你要推動啊 這個港區再造 你要啊 推動都市更新啊 都是一樣啊 要啊 這個啊 有經費的 都是一樣要有經費的 那我 所以希望啊 就是說啊 未來啊 基隆市跟基隆港啊 能夠啊 為了我們城市 海洋城市啊 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啊 這個 為了這個 基隆港市啊 來發展啊 來盡一些心力 當然類似這種啊 公司啊 也希望啊 我們市政府趕快跟 港務公司啊 做要求 趕快把它成立起來 甚至於啊 希望港務公司啊 在這個公司上面啊 能夠多益出一些經費進去 以上 大家早 我想啊 要繼續一下 剛剛那個思議員 有關 有關這個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 有限公司 這部分 不要這個跳躍性的 換這個話題啊 那麼 我想喔 基隆市啊 為了這個四港合一 從林水戶開始 就在 從議會跟市政府都在推動 就 推動了 七八年 到李進隆當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很高興的 在這 基隆港務局裡面掛了一個牌子 基隆港務管理公司 這牌子掛了 算是港市合一開發了 但是 這個 果實掉了 過四個月 被立法案某位 說這個不合法 結果 所有這些 這些 掛上去 四個港 掛上去 這個港務管理 管理委員會 通通拆下來 彈花一現 那麼 經過了這麼久 我想 這個 開發 要結果 我看應該是在 林市長 這一任 或者 接下來 能夠達到 那麼我想 這 港務 那 高層港區 土地開發股 其實我們可以 原力的辦理 那麼 經費 基隆港可能沒有這個 高雄港那麼大 經費我們 不用 不用一億 我們用五千萬 來做投資 然後 額度 投資在多少 可以從那邊 不用再 經過這個什麼 其他單位 來做控管的話 我想 在過去啊 基隆港 不是 基隆市 一當流浪 那麼 我在 市長 我們當 去年的時候 曾經有東吳 校友的 校 校會要到 基隆港去參觀 然後 請我引見 我是東吳的 校會的 這個 理事 然後再引見到 市政府 結果市政府這邊OK 到港務公司 前一個月說OK 到最後 他怕錢 財司 教育 財 rünt 另外 字幕 就靠這個林市長你怎麼去push 怎麼向中央要求 中央一定要權跟錢通通下放 權就是有關基隆市跟基隆港的問題 從以前互相對立 互相抵制 我們在林水墓當市長的時候還因為這港區的問題 跟他大打這個 那算口水戰沒有打關係 那麼現在這個事情 以前這個衝突點已經消滅了 現在只有利益分配的問題 那麼利益當然是站在公的大利大益 不是任何人的私利 港務公司是政府投資的這個公司 我想這個公司能夠存在多久 我也是有一點懷疑 將來可能還是回歸到港務局跟基隆市 那麼將來也應該要回歸到基隆市 基隆港管理委員會 至少在這個位階之下 港市才能夠共榮共存 我想市長是不是有信心在 在最近這一任裡面成立這個 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類似啦 那名字不一定要一樣 就是這種是partum的關係 是股東的關係 是合作的關係 利用這個合作能夠把港區 周遭的土地充分利用 借著這個機會讓基隆市經濟能夠更加壯大 市長有沒有信心 好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我剛剛我想再說一次 就是這個高雄市港的這個資產再生的一個公司 我想那個是雙方的一個投資 那另外就是如果是市政府的這個經費 在這個杜根基金裡面要來進行投資 它還是一樣要受到這個我們議會的一個監督 我想不是說沒有人去監督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說如果這個未來這個支持的話 那我想我們市政府當然也期待 能夠像高雄市這樣子來成立市港的一個資產再生公司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未來這個港務公司或者碼頭 它所屬的這些土地的一個發展或者開發 這個利益可以回到我們基隆市 而不只是屬於這個所謂的港務公司 它自己的一個業務的一個執行 所以說港市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這個 港市發展的這些利益 未來可以變成是所有基隆市民 和大家所共享 我想這個是重點 謝謝 我想這個是一個小投資 將來可以有很大的緣情可以做大回收 那我們當然是議會跟市場我們大力來促成 將來能夠透過各種各種做法 讓這個公司成立以後能夠快步的 因為我們慢了已經很久了 比如說剛剛講的 高雄港高雄市慢了18年 我們現在要跨大步用衝刺的方式前進 我想以這個來跟市場共勉 我們有關基隆市的大建設當然是很重要 但其實有一些小確信 我們也必須要創造點市民 我們基隆市是一個這個山城 有很多山 山都不高 有很多步道 有很多山路 有很多山路 我想喔 我們假如今天能夠再透過山路階梯的修建 把它做著精緻化 我們去看的時候不是光運動 還可以看到這個風景 看到各方面的景緻 陣喻 那我們經過這個步道 喬喬拉 喬喬 como 現在alis老人越來越多 老人最低重的是喬拋 喬拋有 他有ordan跪 el 他跌在五樓 他斧當 ہو 躺在起高你就會地 很痛苦,我大所在我們七十幾歲的老闆山 我見面看他爬樓梯就很痛苦 很害怕又去,出去就坐在外面,坐很久再去到上面 怕一層,剛才穿很久 所以這個台階啊 依照我本身的體驗,在這個十五公分以下 是最適合這個關節,膝關節不好的人來行走 所以是不是喔,將來我們這個台階登山的還怎麼樣 這部分我們把它降到這個十五公分以下 在八樓梯的時候,我只是怕斜坡還是怕不斷路 我想這個部門,希望說 將來這個市政委要做這個部分 除了說精緻化,做得漂亮,設備做得好,人性化 上面有很多設備,有供水站 有什麼休息站 有穿什麼 最近補上海星步道,那我好早以前最好補出來 那海星自己花錢 當然我是海星人,我有貢獻一些心理喔 然後他在那邊做的,那個步道做得非常好 根據爬山的人,被什麼人評語 他是雞人家做得最好,一個步道 那他,他如果自己穿自己去做一些桌子 因為那些桌子真的,做桌子都會放在那裡 給過路人隨時,那桌子上去,就像做桌子 路邊,如果有更嚴重的攤子 有一些斜坡可以用這些 就說,透過人性化、精緻化的設計 反而市民,每天喔 你八山運動的 專家人區超過一萬年 每一個步道的所在,包括說 我們這個祖宮山,跟這個 馬當馬塞這邊 中間差不多十公里 不惜都有人在走 我們這個旁邊做得好 讓人民,我們的市民 要去那裡,要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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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也好 不但運動吸收的好空氣 這個健康,還有什麼 這個,我都說 有優秀這個風景 我想,這是我們喔 讓我們的市民 一個小確信 希望說喔 你這 春兩年,這兩年裡面喔 趕緊按這些 重工來做 這個 議官這個保安市長的市民 我都答應 陳議員的關心喔 其實基隆有非常好的一個 山海的一個資源喔 除了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的 相關的 城市環境的一個改造 還有休閒觀光的一些景點的 一些 這個改善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計畫正在推動喔 也非常感謝議會的支持 現在正在進行 也就是我們基隆市的 山海步道的系統的建置 那現在已經透過這一個 專家還有景觀總顧問的一個 整個的勘察喔 有這個從我們基隆市的整個 轄區裡面有 總共有180幾條的這個步道 那另外呢 從這180幾條步道裡面呢 我們會篩選出80條的重點的這個 步道的系統 那另外呢 我們在最近這80條出來之後 我們會再從其中 挑20條 作為整體規劃 這個設計的一個重點的一個 這個對象 那這20條的步道呢 就會成為我們基隆市 山海步道的一個 系統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想這個在我們在今年就會 規劃設計完之後 後面就會陸陸續續的來做 這個步道歉市的一個工作 謝謝 聽到這個 我就跟我們說 替我們市民 來共會說 我們說 正確是 不只是考慮說 基隆市 直接的東西 經濟發展 又考慮說 我們基隆市 這麼多人家 有辦法 在這個公寓之下 做事 浪漫的時候 可以去做修行活動 在這個 比較好的地方可以去走 這是 要來共有這個 市長 這麼好的做法 也要共有市民 有一個好市長 可以針對我們這些 不論年齡老少男女老的 都可以考慮這個 油管這個步道 希望說 這個 另外這個 集中 共有20條 大家說 趕緊 在這個 情侶部裡面 來完成 這是我的希望 當然 我還有一點就說 考慮說 這個 中國 對台灣 他現在是 壓縮這個 來台灣的 理由人家 但他現在不是說 像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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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 沒有辦法幫你 減 一個減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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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步文 我想我們 英國的因應的辦法 這個 我們來參考看看 我們知道 我們 街廊市 這個 有這個 精神倫理建設 在 精神倫理建設 有個 撲佐兩百萬 有個撲佐一百萬 這個撲佐內 會做成什麼呢 我這樣跟他參加做的企業 說他現在開千多塊了 他就可以消費再開千多塊 你如果補助他減一點錢 再燒天下去 再去買東西 促進這個經濟活動 促進他們的東西 有人買有人消費 我們如果是這個做法 我們把它雙倍 從明年開始 我們的遺傳這個部門來雙倍 這個部門給大家 我們既然做 市長聯合所有既然市 所有這些專大人 國外市包括這些 都聯合 按過期這個國民理由 我們所有地方 促進他們去 有這個國民理由的動機 我們補助的經委 加倍增加 全大人都要增加 加一倍 這個部門其實很好處理 這個部門就是 我們本來 有這個櫃 對不對 這個櫃本來用在哪裡 我們現在要黏在哪裡 把它黏在那裡 我們讓他們說 我們既然市去外面 外面去出土 租工外面 愈來愈多幫助他們的消費 他們如果回饋 要來我們既然 既然 這個經濟做得很好 譬如說 我們市去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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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完整 可以上通 市全人炮台 下走這個 林運船隧道 整個做得很順 是反應給你看 也有很多地方 無論說 是廟後 要有一貫多的 譬如有很多 這個 早期的衣服 這都把它處理過之後 他們也通過來這裡 對吧 市全人 市全人 說他們 這裡可以 那些地方 現在是主題區 要求 我們變形做 停車庭 改心一下 在那裡停車庭 樓下庭 樓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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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想是 這個想很久了 收收收 但是 那是國庫財政的橋樓 樓下樓 我們要怎麼設法 把變形庭 把保養 這是我們市政府 要用心的所在 當然這個部門 希望說 透過這些 這個國民理由 來加強 我們市政府 我們自己先做 叫別人的關係 我們做會做 啊 我們去 我們幾台才去 市政府 如果一千台車過 你也市政府回饋五百台 這樣來 來互動 我想 對基隆市的 這個 地方的理由也有幫助 市政府是 這個 這個 idea 不錯 可以來推行一下 啊 當然最後一點 我是要跟 我們 小的教育 來做研究 這個 我們現在基隆市的 六十五歲以上的 這個 這個 老人 總共有多少 比例 比例 多少 陳議員 報告 我們現在 老人的比例 差不多十三點 每年應該差不多到十三點 七 突破五萬 五萬人 四萬五千幾 對 每年應該是破五萬 破五萬 所以這個 很恐怖 啊 除了這個 我們基隆市 還有一個 比例 多嚴重 不是 我們的 獨居老人 我們的獨居老人 直接 直接 全 台灣 閉起來 我們獨居老人 是 比例 是 地理官 我們獨居老人 比例 是千分之八十三個 就是說 每一千個 老人裡面 八十三個是獨居的 只有 只 贏這個朋友 朋友是 一千 一千個裡面 有九十八 我們把人押平 到一起啊 獨居老人 一千個再四個 所以這個獨居老人 我們基隆市獨居老人 是不是很嚴重 這個分別 是不是很嚴重 陳議員報告 現在獨居老人 這個東西 這個國館市的生活 沒什麼一樣 我們基隆市 做得有 我們是有一個清查 那其他縣市 是沒有做得清查 所以應該是抽樣 但是 這不可否認 就是說 我們獨居老人的現象 的確有在攀升 在提高 那這東西我們在注意 對啦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 一百共三年離過 基隆市獨居老人 服務實施要點 一百共三年離過 再受盡 我再受盡 一百共三年離過 再受盡 一百共三年離過 已經過兩年 兩年多 兩年多 現在有再受盡嗎 沒有受盡嗎 這個我看你要受盡 因為 我們現在問題是在哪裡 問題是 我們的獨居老人 這個 照護人 我們是何關 我們是 把這個 全國 第六名 比例最多的第六名 這是倒數就對了 到27是 2.9月 2.9月 有2.9月 在照護 我們的比例是 0.16 差不多 沒有能量的質 這道 署文就是 我們的獨居人 受到照護 的比例最低 機會最少 所以這個部門 你這個 一百公三的理會修正 這個辭司要練習 要稍加強 當然我們這個基隆市 這個人好理其實不錯 比外公市不差 但是這個照顧這個部門 有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是不是 這個數字 我之後再稍微詳細看一下 那憲主席就是說 關於這個獨居老人的話 我們大概兩個方式雙管齊下 那第一個是在社區上面 那社區上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透過社區關懷據點的方式 那差不多一天近兩天 會接受 那這個接觸不管是電話的這個 問安或者說是送餐 基本上就是想要降壓 降壓他的狀況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說如果是沒有關懷據點要怎樣 我就透過老人志工隊 那目前這個 不管是關懷據點 或是老人志工隊運作都還不錯 我們關懷據點現在 超過大概兩個例就一個 這個普及率 我想是全台灣應該是數一數二 那當然是可以在設法 再讓它更精進 那這以上說明 這個我也要做過社區理事長 當時我想要做這個關懷據點 結果齁 胡鴻索 在辦手的 跟我們交通 不是跟我們拍一張 你說不要啦 那我幹什麼呢 今天齁 每個負責這裡的部分 大家都摸到焦頭了很多 不過這樣 我說 我趕快辦負負責 就是說 這個關懷據點齁 其實我在看我們 我們安若區裡面 關懷據點 設置的 不是很普及 跟北區比起來可能有很多 這個原因就是什麼 辦手的人他沒有太多 他做不去 或是他年紀太大 像這種 你心裡的可能很多就是 越冰區 越冰區 如果安若說他做不去 他可能無心會 無心會 怎麼會 倒閃 倒閃 所以你有什麼辦法 比如說 我們社會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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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 相關的 我們 無人一半 這個情人 是不是 有加強的空間 我們要 請這個 林原新主 對中 政家補助 是不是有辦法 這個 你說看看 非常感謝 鄧議員 這 其實是一個問題 我認為這 是不是全國性的問題 就是說 社會林原的不久 不久 因為業務又政家 所以這二性循環 就變成 比社工林原的流動率也變高 這變成是一個 二性循環 所以我在之前講的時候 也想 也講到說 是不是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能夠讓社工人員 能夠久任 因為這個經驗的培養 也非常的重要 那中央也體驗到這個問題 所以中央也一直希望說 政府可以增加社工林原 那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辦法跟一個計畫 那現在目前我們都按照這樣的一個計畫在做 但是當然 因為那個社會事 那個社會問題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 總是人的增加 對不到 事情的增加 這個大概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先跟這個議員說明一下 好 這樣齁 我現在也是這樣 我希望你齁 目前 你要怎麼做 我要多補強這部分 到將來你要怎麼 要去找遺傳 找人 從變成中 來增加這個 這兩步 你來做一個 例如說 從這個每一個獨居來 我一天 有人跟他看一看 這個 這個是 這叫什麼 舉手之勞 這是 為長者責之的事情 不是叫你 嚇臺山 他超不大 所以這個運動很重要 關心一下 幾天 有辦法去 獨居來才去 順一下 這個部分 我想 你後來的錢 再請他 給他 謝謝 好 這個時段 我們 先生總製薪到此 然後 下個階段 有 也是我們民進黨黨團 聯合質詢 我們休息五分鐘 來 請給您 請問是 讚 政策 有 有 那 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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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个阶段是由我们民进党党团联合总执行 我们即时开始 感谢观看 我们都有志工队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社区关怀据点 刚才我报告 我们今天一百六七里 我们有八十三个社区关怀据点 两个里就超过一个关怀据点 这个普及率应该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所以说台湾普及上面我相信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现在是在于说社区关怀据点跟老人志工队这方面是如何能够让它磨合得更好 那第二个的话在整个一个仿式上面的话 它能不能够更弱使更加强 刚才我所说的 无关系电话问安也好 还是说你去这个道宅去访试 或者说送餐 其实我不是只吃饭而已 吃饭是顺便看一大的地方 他现在生活的总控 他这两天到底是有出去走走的吗 跟什么人有连路吗 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媒介 不管是餐饮也好或电话问安也好 甚至说叫他来立民会等 来跟公怀据点来参与话当 我想通大的重点就是这样 那所以说这个如何能够增加一些誘因 让独居老人也能够走出来 那能够参与一些相关的社区活动 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如果是这样 这样就一些话当 就会有个疏忽 就像刚才我们陈志诚议员所说的 他们出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企业企业企业 在这里比较辛苦 所以说你就要想看看 什么东西可以拿到酒精来参与 对他来说是有兴趣的 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 我想应该是这样 透过人际上面的加强 好 谢谢 今天咋 我就指定 在议会里面 报告高雄市政府跟高雄港物公司 合 Tan 共同组成 их 资产开发公司 都根的部分 這種模式非常非常好 就陳如錫彥欣 齊處長 齁齊的部份 他說這個都根的部分 都有跟港務局共同 來規劃 這個非常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 人家跟齊不可分 存此相依 人家好 人家齊齊也好 就這種人 我也是 陳如昨天我在講過的 就未來的基隆 的大方向 及港府的大方向 人家齊政府運動要先 主導 才有可能轉變 這個大方向 一定要掌握住 其中 人家過期為什麼這麼發展 大家都很清楚 那時候是上港 因為上港的關係 所以整個基隆港 都靠 匯輪 因為後來的轉變 後來的轉變 整個 十匯村 被淘汰 十匯村被淘汰以後 整個 整整的模式都比 西歪就是後櫃船 所以後櫃船的關係 所以後櫃船的 存價 越來越大隻 吃水越來越清 那基隆港 因為吃水沒那麼清 早期都是中型的 村公司在這裡 因為 這個村船沒大隻 他怕的路線 就沒問題 都是 都是短層或中層的 就是一些貨路 整個內港 包括從東二到東八 西二到西 西十八號碼頭 這都是 匯純的 要淘汰 因為匯純被淘汰以後 整個這些 碼頭 空空如月 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後來 船 我們的港務公司 我們的港務局 才開始轉型 讓東岸變成所謂 郵輪 就是客輪 來停靠 但是 那是東方 至西方 也是不存在 所以 後來 又開始轉變為 內港 郵輪 郵輪 郵輪的 那個 碼頭 經過你 當選以後 本來是 2014年 這五十八萬 郵輪 郵輪 郵客 來這裡進出 到了去年 就已經進不到 六十九萬 今年是七十五萬 未來 有可能會變成 一百萬 或一百多萬 我們有看出 郵輪的郵輪 郵輪已經來到幾人了 有的是 出去玩的 有的是 二百 二百 但是 不管是出去玩的 還是二百 到目前為止 停頓在基隆的機會 很少很少 就這個方面的話 是市長未來實證 重點 因為 我們都在說 沒有人來這裡出 現在已經夠了 但夠的是 我們不如去北海 就這一點的話 我希望 等一下 聽一聽市長的意見 你也提到說 未來 基隆港 有可能 變成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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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進行買 我 有一些 變成 你看到 都沒可能 為什麼 如果 這個小型 的 跑路 了 也就是 所謂斷以後歸啦 斷以後歸啦 你 施政的目標裡面 除了提到油輪以外 也提到所謂 遊艇馬 遊艇產業這一方向 這個方向 我不曉得你的看法怎麼樣 其實如果說基隆 除了商港功能要存在以外 未來發展休閒 是個大方向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到你要主導 因為這個是大的轉型 這個大方向的轉型 一定要有市長 來參與 尤其是市長 你是很聰明的 你還有基隆人 你也有錢要把基隆帶起來 基隆帶起來 不可以 停留在以前那種 思考的方向 如果停留在那種思考方向 基隆是不可能轉變 一個國家齁 大家做一個參考啦 這個國家在地中海叫做摩洛鍋 摩洛鍋這個國家 也是一個國家 也是一個海洋城市 它的面積才2.2平方公里 2.2平方公里 基隆1.32平方公里 他這個人口多少 三萬三年 三萬三年靠 這個國家 是國王節 國王節 當初這個國家齁 財政非常的困難 底下 他先引進 賭場 卡士諾 為了是怎麼樣 為了要解決他的財政 後來因為這個財政 也沒有改過多少 才才經營所謂 銀行業 因為這個國家裡面 不管你的國民所得 的稅金也好 或是因為你所得的稅金都很少 所以變成有錢人的天黨 所以整個資金都引進到這個國家 後來因為他國家不住 所以一定要發展 所以休閒 休閒產業 其中 其中除了賭場 卡士諾以外 賽車 他引進了賽車 他那個東西 他那個道路 做到有夠讚 然後每年舉辦理事 全世界最最大的 F4的賽車大賽 就因為他一個 今天一大賽車大賽 他一年喔 他那禮拜就探究 一億的歐元 一億的歐元 然後呢 他港機 他這個國家沒有 我記得喔 他的港機如何去規劃 就是遊艇碼頭 他整個港區裡面 都做遊艇碼頭 所以你資政完成 有遊艇碼頭 所以我才會想到 摩洛溝這個國家 都會有很多方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規劃 但就遊艇部分 摩洛溝 就遊艇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學習了 我們就可以去學習了 你看他 他這次 譬如說 那個賽車 這次進來 買二十萬行 他們才三萬三而已 他們要給他 七個人以上 頂的就是賺七個人的錢 這個國家沒有 一個手來二十萬 但是他們就是 開發出很多休閒 休閒的 讓他 給他算的地方就對了 要給他算的地方 他開發 他開發 都在哪裡開發 都是在港旁邊 就買頭旁邊 買頭旁邊 所以這方面喔 如果可以的話 市長你可以去參觀 去看看 人要怎麼處理 人要怎麼處理 發展 他的國民座頭多少 在哪裡 他國民座頭 一年一個人 一萬六千 不 十六萬 十六萬 六千幾 一年五六百萬 台幣五六百萬 你看這個國家 是全世界高手做第二名的 這個國家 是全世界第二名的 上世的是 是我們的教廳 以臺教廳 這年世的國家 我要創造 這麼高福利的一種國家 它是不太大 它就是靠港 它就是海洋城市 用港為出發店 用港去經營 所以就這一方面 我是不是聽一聽 那個市長 你都看完 好 謝謝張議員的傳訊 我想兩個部分 第一個你提到郵輪 還有提到郵艇的產業 那這兩個產業都是 最近 對不起 在東亞的這個區域 這兩個產業 大概都是最近十年 十五年左右 快速發展起來 所以算是一個 新興的一個產業 那過去台灣 也沒有這樣經營 這個產業的一些經驗 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那 郵輪的部分 現在當然整個發展的勢頭 非常的好 不過我在大會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報告 就是因為它發展的速度太快 我們基礎的一些建設跟條件 趕不上 所以這部分也是我們現在 市政府正在加強努力的 第二個是 是 郵輪的這個產業 把觀光客 把消費力 帶到我們基隆市 但是如果我們 沒有能力把它 這個接下來 或者留下來的話 這個其實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而要把它留下來 接下來其實還是 最重要的第一步 還是環境 整體的一個 設施設備的一個整理 那這一部分 我們預計是 以兩年的一個時間 兩年內的一個時間 把它改善完畢 第二個是 剛剛提到遊艇 那基隆的遊艇港 這個就是我們的必殺漁港這邊 是全台灣最大的遊艇碼頭 那現在是OT 那我們會積極的來跟漁業署 來這個協調 看怎麼樣增加那個地方的 一個服務的一個品質跟水準 那由於遊艇的一個消費 或者遊艇的一個產業 是一個非常高端的一個消費力 所以相關的一個服務跟設施的水準 也必須要提到國際企業的 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才有辦法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才有辦法把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留在基隆 這是第二個 另外就是現在遊艇是這樣 有船沒有駁位 非常的欠缺駁位 而這也是未來基隆港 基隆港公司 已經納進去他們未來五年的一個發展計畫裡面 我想這部分市政府也會協助港公司來積極推動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我想針對所謂遊艇 我有建議 我也想建議 我剛才有提到八小問題 八小問題這個地方 應該是發展遊艇 未來發展遊艇 希望將東六 東七跟東八 他們那些以前都是 十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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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庫門外的所在 現在才去給年營那些公司 表演之後 找一些廢棋在那裡 聽到 未來我希望 基隆要轉型 如何轉型 廢棋 廢棋盡 挖過外港 那外港 安全的街頭路 如果又不夠 希望市長長年的目標 他應該去爭取道 Epic 沉水街頭啦 你在外港的青水街頭 有沉水街頭 我剛才有強調一下 現在活距現在 賈水越來越濛 燉愛越來越大了 燉愛大 你吃水 你的 碼頭沒辦法騰到 他就沒辦法ес去 所以 都去高雄去,就這一方面,除了我們要發展休閒,我們當然要顧到所謂商港的機能 未來希望在商場後再出在那裡,應當有規則沈水埋頭可以建造,那這樣的話,對基隆港未來,在商港這部分的機能才不會喪失,所以這是我給你建議,就有那個遊艇碼頭這部分,我也希望你好好地去規劃,因為遊艇碼頭,它頓月也會越來越大,那都沈不沈的 他們來跟我們家人,一大樓住幾個工的啦,然後都是高消費啦,對基隆未來的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啦,你用摩托哥這個港口你就知道,這個國家你就知道,他就搬車,搬車,搬車,三千三千而已,他就做到這麼窄,國民所得,一個人五百幾萬,嚇死人,嚇死人齁 所以最後一方面,我們互相勉勵啦,希望市長能夠針對這方面能夠多加油,因為這個是基隆的未來的大方向,這大方向他有可能救家人齁, 一個土地,如果要給水,一個土地,如果要讓人想要來,他的內涵是非常重要,他的內涵非常重要 基隆港是百年的這個港口齁,百年的港口,基隆港有流出很多文化出產,過期都不用好好地去保護,甚至把它催殘掉 但是你上台以後,你就極力再維護,極力再維護,希望在你的極力維護底下,讓這些的點,這些文化祭典,讓人家看到 讓人家看到以後,外觀區的,還是遊客,想要看,這樣才有可能流到 我記得今年這個1月27號,我們的總統,蔡總統,來到基隆,來到基隆,市長也有去 有去參加這個太平倫的紀念碑,市長也有去嘛,對 那個地方,是基隆蠻重要的地方,你先不要這樣說 那個地方部分,早期,清化戰爭,清朝的新法國籃 派兵在這裡,佔領基隆十個月,就是在那個地方 十個月後會掛水,到後來,清朝,清往在這個海關 那時候海關,那時候有一座月頭而已,那時候海關的處理都在那個地方 關稅也在那裡掛,到後來,到後來清朝了,日本人,日本人那個清王 頭一個,就算林氏天王,他們那隻啦,頭一個來到基隆的,這個清王好像那邊也有紀念碑 那邊還有紀念碑,而且那邊也有,以前,上面海關天寫有,里山輪的砲台 里山輪的砲台,那邊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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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化資產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有人提議說,是不是弄個什麼戰爭文外延期 但是,我們那個總統好像,他的觀點不僅向這樣 所謂,大航海文化整合發展計畫,就最方便,我不曉得市長,或者五花機長 能不能就最方便,打武,他們這很重要喔 這個地方,如果發展起來,後來跟正兵,照那個儀惠大樓,正兵一港,和平島公園 那邊,才有辦法連累起來,才有辦法連累起來,這是黨員的保安 以後,我再跟各位請到一些小話題,連起來之後,他要老人,老人家人,館公 要老人家人,以後有可能跟那些消費,很重要,有一個影響 是不是那個文化機長,你答應一下 好,謝謝張議員的錘詢 那剛才張議員有特別提到,就是那個總統有提到這個大航海的一個歷史文化整合的一個發展 陳如剛才張議員有提到,那我們會整合就是太平倫紀念碑所在的位置 還有這個青法戰爭的紀念園區 二沙灣的砲台,還有這個邀塞司令官邸,校官眷社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光復營區,旭丘山 那一路延伸到那個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和平島 那其實我想這個概念,主要是當時總統在有提到一個完整的文化政策 就是要去連結跟這個在線土地跟人民的一個歷史記憶 那主要就是透過這樣子的計畫,因為過去中央在文化資產保存都是一些單一的點 那過去比較是那種隔離式的保存 那比較是這個單點式的,或者是一種建築技術式的一種文化資產保存方式 那這樣子大的計畫其實就是把這些單一的點把它串聯起來 那把它這個歷史場景能夠重新的再現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那個基隆市這邊,我們也會積極的來 這個因應中央提的這個政策的方向 我們也會擬具具體的計畫 那中央在這個計畫裡面 其實主要是希望地方政府提這個計畫的時候 能夠把它當成是這個縣市的綜合發展計畫 那所以文化局這邊也會結合都發處、交流處 我們會擬具這個完整的計畫 跟中央提報來積極做爭取 以上說明 議長 那麼我們 林市長還有市府各單位主管 那麼以下大概二十幾分鐘 有本席來做一個市政組織訊 那麼大概我的主著 會放在我們基隆市政府的財政跟改革 好 那麼 當然首先還是要 恭喜我們林市長 那麼經過你一年半的努力 那麼把我們基隆市政府的團隊 那麼從敬培莫作 那麼 變成第十五年擺在中間 那麼也有三顆星 兩顆半、三顆星 那麼到現在的四顆星 和市長、市政的團隊 那麼 所以我想這也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說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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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 那麼也就是說 為基隆規劃新的發展的方向 那麼 譬如你以前市長掛在嘴邊的叫做什麼 一個顆星、兩個翅膀 那麼也就積極引進這些文化的產業 那麼並規劃基隆為 前間你們常講的叫做東亞國際郵輪營運中心 東亞國際郵輪營運中心 那麼當然這些新力的規劃 那麼我們分析也非常的認同 但是我仍然感覺到說 當然在整個市政府團隊 你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 那麼雖然進步的不錯 但是我個人也感覺到還要更好 所以我也有感覺到有所不足 也有所不足 尤其這個 對於這個除幣這方面 我想這個除幣這方面就是說 就好像你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在所講的叫Change 改變要改革 所以在這方面我想 雖然一年半多來 我認為說你有在改革 但是力道還不足啊 所以我想今年雖然在 對於公車處這方面 那麼你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法 那麼當然這個改革方法是不錯 那麼而且也把這個幾乎 百年來的市立醫院 那麼這個萬年醫院的市一的院長 那麼也把它換掉了 我想這只是一個剛開始的起手事而已 起手事而已 所以我想認為說 大概在整個我們紀鴻市的市民 那麼有感 有感度可能會稍顯不足 不然的話我想 今年的這個市長市政 市府團隊的滿意 市政滿意度 我想大概還會再進步 所以說 他說 我今天就要說台灣的 我就不怕說他們聽不懂 所以我說 財政的改革這方面 尤其是財政的方面 改革這方面 是對 整個 整個市政委的團隊 推動市政 是一個最大的 最大的 一個誘因 你 市長長你講 也常常你跟我們講 每個人問 家人家 市 市中心 要做BOT 要做都根 那麼 不是說什麼 就是一定 最起位一定要錢 錢 錢如果沒有 你每個都不用這裡 都不用說就對了 但是你要錢有 在那你要去開玩的 這意思啊 那你也一定要 節優啊 那你也要 你的節優 就是你這個地方 我想拿出幾個 比較好的 辦法 來共同 來跟市長你 共同 來研究 來相討 來鼓勵 所以我現在想 先請到我們財政處 王處長 上一陣子 你報紙 你們自己都一直發表 發表說 好 既然是現在目前 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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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不是像 當中 當中 市長在 當時 我們一次 牽涉到 都百多 聽話說 你現在 牽涉 牽涉 已經 獲得百多 已經獲得百多 那麼這點 甚至現在的狀況 是怎樣 那麼 王主持人 你告訴我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書議員 各位議員 財政處在這邊報告 我們到105年4月底 本府的公共債務情形 一年以上債務 就是長期的債務未長余額是71.87億元 然後短期債務未長余額是19.48億元 那兩者合計的話是未長余額是91.35億元 然後平均每人的負擔債務是2.46元 但是在這邊要說明一下就是 我們財政處就是調度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才去借債 那因為4月5月都有稅收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就盡量用稅收來支應 然後少去舉債 但是我們也是控制在91.35億 以上報告 所以確實是現在的債務 舉債是比較少 那當然我又是認為說 我們現在的財務狀況是 當然是比以前改善很多 但是最起意 我們也市長 我記得 上次 上年頭一邊 你變列議選的當中 我們也有說 其他市議員 其他市民說 你的政府是要舉債 是林鄭家 那你可以減少 不可以減少就對了 那麼市長是不是這樣 是啊 沒有錯 那麼但是 換一句話說回來 市長你如果這樣 稀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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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齁 在各局處 向中央爭取預算的補助的時候 那麼很奇怪 你擠在越少 中央補助款越少 你擠在越多 中央就都會說 你這個管子比較散散 所以把你列為第七級 所以就補助款就比較多 那所以我想在這方面財政處 你在財組單位 你們在跟中央財政部 在開這個所謂的這些統籌分配稅也好 或是說各單位在跟其他 向中央單位爭取一些補助款的時候 我想你們在這方面 可能要多用點心 用點心計啊 不是心事而已啊 不然你說市長好考慮一個大人 你財政處顧錢的人 策助錢財的人 盡量不要讓你們開 盡量省 省到樓下 結果 錢都可以自己 中央越保佑越少 這樣也不是辦法啦 所以要如何在財政這方面 你要取得重要 中央一個平衡 保佑更多 這邊自己的錢更加少 這樣可以用的更多 所以我現在想說 鄉市長來 還有幾個 比較有意義的就說 現在可以 節能的一部分 可以稍微 對財政這方面 因為雖然市政府的團隊 大概以前的政府 市政府團隊 在財政處的時候 他們上面指定 市府團隊有成立一個什麼 財政什麼 籌措開園 截留 什麼 應變小組 籌措小組 什麼 結果越負責越多了 但是原因是出在 沒有自立大手筆的改革 我想 市長對於改革這方面 當然是一定要做啦 很多地方 對於財政這方面 對於一些公務單位 我想給你提出來 做一個參考 第一點就是說 仁愛之家 那麼我想我們都知道 仁愛之家 現在剩下只有八十一二位 的業民而已啦 但是裡面既然養了三十幾位 二十幾個是正式人員 十幾個 是 是在國內的啦 行政人員跟照顧這些兵員 那麼等於就是說 三十三十九個人 那麼要照顧 八十八十一二位的業民而已 你看一年一年來看 我再加了多少 所以請聽你現在說 希望說 我是希望說啦 你們也有講過 說現在要因為在社會處 向中央爭取 經濟部儲端師的五百萬 的這一些 五百萬要來做為什麼叫做 長照養護園區 現在正在社會處正在五百萬現在做可行性評估 吳處長是不是這樣 吳處長 甚至現在五百萬 你做這個 這幾天也有人說 那麼九百二十萬要修善什麼仁德樓 那麼這個本席是樂觀其成 這是樂觀其成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勢力議員 那麼 一定要 要推動這個 那麼一定 我們新任的院長 那麼前幾天大概剛開始 叫楊冠平楊院長 那麼你要 你要 你要記起前任 有一個院長姓蔣 他在18年之內 每年把我們基隆市立議員虧損五千萬至六千萬 就是說基隆市政府的財政處 每年都要撥給市立議員五六千萬的錢 18年來 將近虧了十億 虧了十億 結果現在呢 腳踏半半的退休 不但退休沒有大金 聽說現在他還可以領樂隊訪 還可以領樂隊訪你 所以我想你是新的院長 我想你不要從他負責 不要從他負責 我是想要 你 我還要跟你要求的有兩點 那麼市長我想你也應該要 要新的院長 剛來我想我們比第一點 市立議員我最起碼要你 要自負盈歸 我 總是說你不要說了很多錢 我還可以接受 你們不要了錢 我不怕 不敢說 用你等錢 但是最起碼 你一定要知道說 特別說市立病院 醫院的標準 我想說你曾經在 宜蘭縣當衛文部 也就以前的宜蘭縣審議院的院長 所以我要你搞懂 我們眼睛會增亮的看 看你這個新的院長 你要搞懂 什麼是醫院 什麼是診所 你不要把醫院當作診所來經營 請你來這邊 是叫你來經營市立醫院 不是叫你來經營診所 這一點你要先搞清楚 要先搞清楚 尤其社會處現在有把說 你自己說要把人愛之家 讓你們來經營 或是怎麼樣來 讓你來 來變成推動 推動這個長照 所謂長照養護員期 我想在這一點這方面 你必須要注意 因為尤其你是新上任 我們 市長用新的這些醫級主管 一年半來 我們觀察的 一年多 每一個人都進經營業 都是在推動他自己本身的業務 所以才有今天 市長施政滿一路四個心 四個心 所以你自己要記得 那麼另外一點 我想就是說 教育處 就在小校財幣的問題 那麼之前 教育處 陳處長剛來上任的時候 有到我服務處記 我們有聊了一下子 我處長列記 我也一直跟你說 對於小校的財幣 或是合幣 那麼我是 非常的贊同 財策或是扯平 那麼因為我為什麼 我那時候也跟你講說 因為我是本身是審查會的 財政招勤 所以我非常清楚 你在怎麼小的一個學校 在怎麼小的一個學校 每一年度 每一年度 經費都兩千多萬以上 最少還有兩千兩百萬 就算你這個學校裡面 總統合一到六年級 加幼稚園加起來 只有三四十位 四十五四十幾位 還是編列了兩千多萬的錢 行政跟老師教育 校長加在一起 全部都要比學生還要多 之所以我為什麼說 這個經費 一年都是兩千多萬 我們基隆市總共三十七萬 六七八千的人口 民政事務他們都有統計 一年大概新生額有兩千人左右 兩千人左右 那麼 我們前基隆市有四十二所的國小 四十二所國小 國中十六所 如果這樣來兩千來平均到 到四十二所國小 一間學校一到六年級 還不到五十個 還不到五十個學生 平均這樣算一個 一間學校又沒有 沒有辦法到院 那麼所以我記得 好像你剛上任的時候 那麼市長好像也支持你 那麼說要把太平國小 那邊的一些上個學校 好像包括還有八肚還是多少 那麼那時候你們說上個學校 一檔要把它裁聘 裁聘 那個人我也很支持 但是你坐在我們上 那個 我們議長 很反對 那時候補助我看起來 學校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 他反對之後 教育處就把這個改革 小校的改革 財病的改革 那麼你們就把它停下來 就停下來 所以我是要認為說 你剛剛講 我記得昨天我們同仁在 在在在質詢的時候 你說 你會跟一再的溝通 跟什麼 以溝通為主要的目的 那麼要達成這個 這個目的 我老實跟你說 小校財病的好處 就是可以叫大的學校 那邊的教學環境 那麼教學的這些 這些器材也好 什麼東西都比小校來得好 都比小校來得好 我以前也說 我媽兩個高校 如果是 人越來越少 很簡單 買一台小校 每天都去門外 我載到學校 學校 還載到他們家門外 買一台小校 再加一個司機 一天載到一招 上課下課 一年不用200萬 一年不用200萬 我聽說 為他們家門外 也不用去公車牌子等 不用費載到學校 學校 還給學校 載到他們家門外 就行了 就做生孩子的錢 可以再等在大學學校 現在學校也沒辦法 大學校也沒辦法 大學校都很少 這樣來的動作 最基本 可以節省很多的經費 而且這些小校的小孩子 又可以接受到 更多的這些 比較 水準比較高 而且器材 而且在教學這些方面 各個方面都可以接受到 比較好的教育 老實說 老實說是要這樣 所以我想 啟定你在這方面 你必須要能夠再加強的溝通 跟這些小校的裁品 除非就是你所推出來的說 他們要推動 比較有什麼特色的學校 他們可以提出方法 提出這種特色學校 我們教育處還是要嚴格去審議 不是說 親親猜猜猜 你像馬林國小 好不容易 經過兩三年 兩三年 現在才要 以前叫做環保教育特殊學校 現在也是 前過兩三年 現在才去評選 怎麼也不知道出來 還沒決定 是不是這樣 所以必須要有嚴格的這些 來審議 所以我想 這樣的話 可以把這些 成價來的錢 可以弄到其他的學校去 能夠改善校園 跟推動優質的這個教育 這樣才可以加會到我們 後 基隆市的市民 跟下一代 怎麼搞得時間那麼快就到了 好 那我想我們 下個禮拜一 還有一個小時 那我再接一個時間 再來說 好 謝謝 市長 市長 我們市府團隊 昨天 我們議員同年都說了 我們市長的民調很高 表示說這段時間 大家努力的付出 收到我們市民的困難 市民的困難 但是 做一個執政黨議員 本來是覺得 路促建議改進 是我們未來 我們市長團隊 然後再進步的一個 統統的這個力量 統統的這個力量 剛才我們的 蘇主席也說到 我們的財政 我們都知道 真是推動 我們建設最大的一個 嚴重力 最大的一個嚴重力 剛才我們的主席 有說到 我們的虧損的單位 包括我們的市立病院 所以在這裡我首先 要先請楊院長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簡單二要 謝謝 謝謝一座的全訓 那我個人 在87年的時候 在布立基隆醫院 當過副院長 所以我跟基隆 有一個很深的感情在這裡 那我這邊待了 兩年半的一個時間 讓基隆布立醫院 就以前的屬立醫院 恢復一點大醫院的樣子 那我在去年9月 到基隆市的中山衛生所 做衛生所醫師的工作 那麼去年12月 到衛生局 做副局長的工作 那麼今年4月 到這個市立醫院 來看看 就是市立醫院 我可以做些什麼 一樣的事情 那我在中間這段時間 我經過健保局 那我過去 也在外商服務過 15年的時間 以上 那個院長 你只有講到你的經歷 那麼我不曉得說 你的學經歷 學歷的部分 是從哪個學校 哪個科系 哪個專業 也是你的專長 好 謝謝 那我個人是台北醫學院畢業 醫學系畢業 那我的專長是內科 那我做職業醫學 讀物科 都是我的專長 那我後來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 那我進修的是環境醫學的部分 所以對環境污染 環境讀物的部分 也是我的專長 流行病學也是我的專長 謝謝 所以院長 院長你本身是內科醫師 是 內科醫師 那麼我們都知道 市立醫院是百年醫院 百年醫院 那這十幾年來 每年都長期虧損 而且每年的虧損都四五千萬 都超過五千萬 那麼 院長你本身是內科醫師 你本身並不是醫務管理 醫務管理 也是醫務管理嗎 我在陽明大學的醫務管理研究所 兼任老師 那我從1990年就是民國 對不起 回到台灣以後 沒關係 你既然有醫務管理的這個背景 那麼就是我們 市立醫院未來CEO執行長 這個部分 在你的觀點跟看法裡面 目前市立醫院虧損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想首先先澄清一下 就是說這個虧損這個問題 或是這個定義的事情 我認為 我們確實虧待了市政府 或是我們市議會呢 給我們的一個任務 向我們買市民健康這個任務 那這件事情上我們虧待了 那當然這個我問就是說 這個價值在哪裡 如果說市議會或是市政府呢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資源 那我們應該提供多少的健康服務給市民 這件事情上 是我認為我要努力的方向 其實喔 市立醫院它存在喔 最主要最有力的因素 它應該是擔任起公共醫療責任 擔任起公共醫療責任 這樣子市立醫院存在 才有它的價值跟它的需求 那麼我們看到非常多的縣市 在這裡我可能要跟市長建議一下 我們看到高雄跟台南 他們的市長市政滿意度 完全都是五顆星 都是綁手喔 都是綁手喔 但是我們看到 高雄跟台南 以及其他縣市 非常多的縣市 他們現在針對 虧損的市立醫院的部分呢 他們各縣市採取的方向 就是一種委外 不管是OT或ROT 都有各縣市在做 而且績效非常的良好 我在這裡簡單講一下 在我們台南市的市立醫院 現在應該是由秀傳醫療體系 在做那個委外 另外台北市立的萬方 我們都知道 之前我們林醫院也有講過 就是台北醫學院 那麼另外 官渡醫院 現在是委由台北農總醫院 那麼高雄小港 它這個真的是委外經營做得非常的好 做得非常好 大家針對這個市立醫院委外的部分 有北有萬方南有小港醫院 它也是就是委託給我們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院大學 那麼旗津醫院 它是給卵氏綜合醫院 那麼甚至於高雄市立醫院大同醫院 現在公辦名 它是特殊 它是用ROT的方式 那麼本期在這裡 那個院長你先請坐下 本期在這裡要問一下我們衛生局局長 針對這個市立醫院委外經營的部分 這個在我們議會當中 也討論了非常多年 那麼我想局長從你擔任局長以來 針對這個部分 你也承諾給議會要加以評估 跟一個作為後續的一個經營的方向 那本期在這裡想請問一下 我們衛生局局長 你有沒有針對委外評估的部分 你的研究的內容跟評估的方向是怎麼樣 請說明一下 謝謝黃議員的一個質詢 報告黃議員 就是說其實市立醫院這種情形 差不多在20年前 整個的一個審議院也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台南市立醫院它很早以前 就已經委託給秀傳醫院 所以在醫院整個一個發展體系 尤其是公家醫院 確實有一段時間是 就是績效非常的一個不張 但是在審議院的一個發展過程 它注入了很多的一個心血 新的一個方式 績效的一個方式 確實讓審議院慢慢的走向了一個高峰 那最近的從審議院發展在屬立醫院到現在的部立醫院 那這個高峰也遇到的瓶頸有稍微往下 那整個公家醫院到底要不要 就是純粹的委外方式或是 或是經由一個自我改造的方式 能夠走向的一個趨勢往上 事實上牽涉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醫院的一個定位 就是說你醫院的定位 到底是一樣怎麼樣的定位 那以現在醫院的定位 現在要新成立的醫院 確實是有很大的困難 那個局長我想請你簡單而要 你評估委外的部分有沒有評估 有沒有 委外的評估 有沒有評估 你有沒有評估 沒有仔細的一個評估 沒有其次的評估 那所以說之前 這幾年你就是針對我們市議會所要求的部分 你也承認要去評估說委外的部分 等於就是 就是沒有 今天的答案是這樣子 那沒關係你請坐 本席還是在這裡還是希望說 既然你以前有承諾過 這個市議院 視我委外 來經營的可行的部分 本席在這裡希望說 你會後 你再去研究一下 再去研究一下 你剛剛講的那個 鼠立院過去的部分 曾經有過類似我們 基隆市市議院這種進行 其實後來 中央的部分 他就要求 這個逐年給屬立院 所有的經費補助款逐年下降 後來甚至於要求他們自負盈虧 所以才有很多所有的屬立院 後來才慢慢改變轉型 然後每個醫院才慢慢的有獲利的這種進行 所以本席在這裡也是希望說我們財政處這邊 針對於我們市議院的補助款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逐年降低 逐年降低 甚至於到最後要求我們市議院自負盈虧 我想這個應該也比較符合現代的潮流 以及市民的一個期待 當然對於我們市庫的預算 當然也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這個部分是針對市議院的部分 那麼另外這邊呢 我要來詢問一下我們闖話處 這個針對我們這個水族保持法 水族保持 記得在一兩個月前 我有一個中山區的一個案子 中山區的一個案子 我想這個 這個處長你應該還有印象 就是在那個中山一路那邊 他有一個基地 只有十幾坪而已 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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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來改建一下 十幾坪而已 那麼照理說 水溝的排水的部分 很多人都跟他講說 我們基隆市政府應該要做 一個排水的部分來做私座 那他也是認為說 認為說 既然自己要住的話 我們很多部分 我們都依照 所有的法令跟法規來做處 所以他也去做了 檢疫水保的一個申請 檢疫水保的一個申請 那麼我們都知道 檢疫水保是不用祭司簽證的 不用祭司簽證 那麼後來他在完工的時候 他申報完工的時候 因為水溝 檢疫的一個部分 水溝的部分多挖了十二公分 多挖了十二公分 結果那時候本席有請我們那個處長這邊 去了解一下到底法規是如何 然後如何來協助一般的市民百姓 因為市民百姓他本身不是建築業 其實我自己的家 有老公的我是說來翻修蓋一個十幾坪 這樣而已 他光那個水溝的部分 除了申請檢疫水保 跟設計會跟施工會 花五十萬 花五十萬 他本來是認為這個東西是市民的 那後來沒關係 他也是說 我們有好的市民 而且又是我們市長長期的自治者 這個市長你可能不知道 他是大廟很大的來擠擠的 結果呢 因為多挖了十二公分 共罰六萬 那麼我本席在這裡想請教我們 那個處長喔 你簡單二要 我們光這個六萬塊 我們是用什麼法來 來依儲啊 請說 謝謝 我們演的水行 那個 這個案子 在我印象裡面 我知道啦 實際上他是私有地 他大概在做 蓋房子的建築 但是因為他有做一個檢疫水保 那水保的話 因為他水過是二十五公分 二十乘以二十五公分 結果他大概 因為深度大概有超出了十五公分 那等於說按照他的面積的比例 排水面積的比例的話 有超過到 將近三十趴 那按照現行的法規的規定 因為他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未依現有的水土保持監督辦法 裡面的相關規定 好 你講到了齁 你依照水土保持計畫審查監督辦法 是是 判哪一條的法條 法條是吧 法條我可能要稍微換一下 我跟你講 這裡就行政院農委會 隨土保持局法規名稱 就是隨土保持計畫審查監督辦法裡面 他的完工檢查裡面 完工檢查裡面的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我待會也可以給你看 他講得很清楚 針對他三十三條的部分 本系在這裡陳述給你聽 他說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在水土保持一五人 他申報完工的時候 申報完工的時候 我們收到公文三十日內 三十日內 要實施檢查 要實施檢查 重點來了 檢查不過的 就是檢查不合格的 因通知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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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啊 檢查合格者 就是由主管機關 發給他 那個水土保持證明書 並退完腳腳是水土保持 保證刑 當時本系如何跟你講 沒有 跟那個 委員報告 他現在他裡面 引用的那個條款 是說 他裡面的話 要通知他改善 但是他另外 有引述一個是說 他如果是違反規定的話 他一定要先法 這個還有一條 沒有一個先法 法規你剛剛講的這個 我已經從裡面都看過了 裡面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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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 是依照法令 來行使公共事務 所以公務人員 他才有執行法令的一個職權 今天 在行政院的這個法規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 醫護人來申請檢查的時候 我們檢查不過 一定要給人家限期改善 講得非常清楚啊 當時本系也認為說 是不是給人家有時間限期改善 當天在現場的時候 醫護人 跟建築師 跟工人 跟材料 全部都在那邊 差12公分的水膏 10幾瓶而已 是家10幾瓶喔 水膏是多少而已 人家跟他講說 不用等30日 我這樣限期改善 我隨便你做 沒有 沒有 這樣馬上六萬塊人開 等我下去 村長你坐下 謝謝 其實 在整個 市政團隊喔 各級處應該也知道啦 我們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常常 假借 職務上的一個權力 來欺詐壓詐市民的百姓 這對針對整體的市政團隊 是有影響的 是有影響的 本期 今天也不再講其他的案子啦 其他案子 各級處應該有幾個案子 當時我們 我們都 都有了解 所以 針對這個部分喔 處長 這個法規在這裡 我待會拿給你看 如果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針對 故意 或者過失 侵害到人民 的一個權力跟損害的時候 國家是要一億賠償 國家是要一億賠償 所以本期針對這個案子喔 會後我會要求你 將法條查而清楚 如果引用錯誤的法條 看如何行政究竟 看如何行政究竟 所以整個基隆市 所有的水土保值 我們主席 也在講了 有瑞瑪林的部分 人家在賠償而已 就當出貨了 我另外再講一個條例 條例給你看 在瑪林有一個櫻花步道 櫻花步道旁邊一塊蟾 要買路 當初要整修櫻花步道的時候 市政府的公務預算 要路維新計劃不可以 人家有櫻花差不多一米多 結果我們市政府為了施工 把那個櫻花的部分 把櫻花步道做出 做出出 讓他們的東西可以送 人家有殘 人家有殘 人家有在農作物欄 對不對 結果 因為櫻花唇一半 人家要拿大的東西 不可以拿 人家得住 沒辦法 才能說 不然我另外這邊也稍微補一下 結果發了六萬 也是人家發了六萬 要求人家還要拿起來 已經造成八十的困難了 結果這件事情應該知道 他去我們的局處裡面 拿農業要租三 有還是有 那麼為什麼會很多事情 造成市民朋友 這麼的痛苦 所以說補期在這裡 真的是要讓市長了解 市府團隊 一級主管很重要 基層公務人員 面對市民朋友也很重要 因為你小小的錯誤 小小的挾著光輝 八十會怕 所以說 很多事情 處於無難 然後對這個市政團隊 對這個市政府 就是無感 所以本身在這裡 有說 大市長 我今天因為 我們是這支黨的議員 所以我必須要跟你說 督促 建議 改革 是因為我們市政團隊 我們要繼續前進 最大這個利用 最大這個利用 所以本身是愛之聲 則之切 雖然我們這次民調 進步非常的多 其實市長你說的 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名 我們後續還有一段路 我們要去走 要去走 所以說這個部門 我真的說 希望市長 將對這個 廠話處 這個水土保持 的這個部分 以及 跟所有 我們各級處 所有 一級 主管以下 所有的 面對基層的 所有公務人員 真的要好好教育 要好好教育 尤其 尤其一些 本市所知道的 有很多 其他公務人員 他本身是業兵庫的 他本身 跟所學的 不是相關的行業 他三代 不能做公務人員 一定說他做公務人員 很大的 所以說真的就是 對著背心 不管在原理上 在法令上 都受到很多 市民朋友 他覺得說 啊 我這樣 這個事情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很多的市民朋友 他轉轉 會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有時候 跟各級處 在溝通的時候 我也希望說 我們各級處的處長 你們也要 站在體育 民意的一個心裡 好好的做一下溝通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好 我們這階段 結束 再等五分鐘 公務員 公務員 訂閱 按記得按照 按照 倒 按照 按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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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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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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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